恩爱 救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的未来 你 不在 我不在 你 谁才会在 蔡明宇过达不再搭档 是因为潘长江 揭秘散火 背后的原因 元宵佳节刚刚过去 央视的元宵晚会很是精彩 众星云集 节目精彩分成 央视元宵晚会中 除了开场百位央视主持人 同台现场 难忘经销的震撼画面之外 还有语言类节目 也是崎岖了一众辛劳演员 在春晚中遭遇淘汰的蔡明潘长江 这一次重现元宵晚会的舞台 他们搭档孟和唐 李雪芹带来的小品 菜牌 成为元宵晚会中最亮眼的节目之一 这个小品也正是春晚被毙掉的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被淘汰 也直接导致蔡明潘长江 无缘2021年春晚 但不得说他们的小品 真的很惊艳 春晚舞台上 蔡明和潘长江已经成为常客 特别是蔡明 在2013年的时候 蔡明和潘长江成为搭档 开启了互对的模式 之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蔡明从1991年 开始登上春晚舞台开始 共期28次登上 央视春晚表演小品 似乎年年又逢孔蔡明 大家都知道也很熟悉 开始蔡明的搭档是郭达 两人的组合很受大家的欢迎 大家曾经还说蔡明和郭达是菜离不开锅 可想而知 他们的小品多有意思 后来蔡明才和潘长江合作 蔡明与郭达可以说是春晚上 一对默契十足的搭档 两人从黄土坡 越洋电话 再到机器人去画等 无数经典的小品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前些年 郭达却放弃了春晚 让蔡明另谜搭档 提起来蔡明和郭达 大家真的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吧 曾经的他们是一对黄金搭档呢 可惜的是 现在也都没有再合作过了 至于为什么不合作了 外界的传言真的很多 还有人谣言 蔡明和郭达1990年开始合作 在长达16,7年的合作中 这对黄金搭档产生了 越来越深厚的感情 舞台上的他光彩照人 同样他也有我们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也要品味生活的苦辣酸甜 在婚姻家庭领域 蔡明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美好瞬间 也有遭遇坎坷的危机时刻 差点因郭达让婚姻亮起了红灯 1985年蔡明和中国广播艺术团 任导演的丁秋星结婚 两人约定了终身 两年以后 他们的孩子出生了 蔡明的事业也迎来了展现的变化 蔡明可以说很成功 让丁秋星有说不出的欣慰和自豪 但是由于郭达长期搭档 有好识的媒体 开始炒作他们的绯闻 说菜离不开锅 锅离不开菜 说蔡明和郭达在一起的时间 比和自己丈夫在一起还多 但是还是有些不和谐的声音 日久生晴 能不擦出火花吗 这样的传言已多 丁秋星心里很不舒服 难免会有些怀疑 他不满地问蔡明 除了郭达 你难道就不能与其他演员合作吗 丈夫对蔡明很不敬人 这蔡明很生气 夫妻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让蔡明一度有了放弃小品的念头 一次 郭达和妻子吴芳一起来到蔡明的家 郭达的妻子劝说丁秋星 吴芳认真的对他说 在舞台上老郭和蔡明确实是一段黄金搭档 作为幕后的家属 我们不能怀疑他们 要全力支持他们 媒体爱炒作 就让他们去炒作好了 一番话让丁秋星羞愧难当 不再怀疑妻子 还有的人说是郭达身体原因 随着年龄增长 对于工作强度大的表演工作 小品不断地创新和改革 并不能如愿以偿 所以就选择了退隐 当时的郭达从心底里边 猛胜地退出的意思 那么自然而然地跟蔡明 也就没有办法再搭档下去了 当年的春晚那么牛的舞台上边 那么铁的一段黄金搭档 当时一下子离开舞台 分开旅行 真的让好多观众都很是不舍得 毕竟他们两个人在舞台上的时候 带给我们大家的快乐 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忘记的 郭达蔡明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演的 最后一个作品是《加油毕业生》 就是从这部作品以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合作过了 还有可能是 在2010年 他也刚好55岁了 按照平常来说的话 在55岁的时候 人的身体应该是很好的 在舞台上边 毕竟比郭达年纪大的好多人 大有人在 人家也在坚持着演出 所以说郭达的推托 拿自己年纪大当借口 应该也只占一部分吧 更大一部分应该是因为 现在创作出来的作品 没有以前的作品搞笑了吧 曾经演小品的小沈阳 在一档节目中说过 自己为什么不演小品了 原因是因为没什么乐的了 以前的小品都是洗头洗尾 现在是洗头卑尾 也写不出来了 大概有这种原因吧 虽然两人不合作了 但是永久的好朋友 蔡明1961年出生于北京 毕业于中国北京电影学院 中国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 蔡明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主人医师 她自幼酷爱文艺 曾是中央电视台 迎合少年合唱团的演员 上小学四年级时 北京电影制片场 未愁拍海峡 在全国选小海峡 一些老师来选小演员 蔡明一双大大的眼睛 一下就吸引了老师的注意 因此蔡明成为候选人之一 这让蔡明有了演出的机会 电影上映之后 蔡明就尝到了红的滋味 初中毕以后 在父亲的支持下 蔡明进入了 北京厂演员剧团 这对有优先条件的蔡明来说 是很有优势的 于是在1990年夏天 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 综艺打官导演 找到蔡明 让他找一个搭档 表演小品 借散 蔡明对这个本子很感兴趣 但试了几个搭档后 感觉都不甚满意 这时有朋友向他推荐了 总政话剧团演员郭达 对于郭达的名字 蔡明一点都不陌生 他表演的 《产房门前》 《欢大米》 邓小品奉命一时 几天后 两人开始在一起排练 蔡明不仅悟性好 艺术感觉准确 而且身上隐藏着 与生俱来的喜剧细胞 不经意间的 一举手一头组 常常让人 忍俊不惊 与他合作 郭达感到轻松愉快 不久之后 两人表演的小品 在《综艺大观》播出了 反响很好 导演说 我看你们两个 可以长期合作下去 以后有本子 我还找你们 1993年春节 还有两个多月时 蔡明和郭达 接到央视春晚的通知 邀请他们表演节目 蔡明是急性子 接到通知后 立刻到处找本子 联系服装 这两人之后一搭档 就是很多年 而蔡明成为了 春晚的丁字户 潘长江记忆中的蔡明 是这样的 蔡明是一个 精益求精 很执着 为了春晚 可以提前两个月 练习富裕 蔡明除了演小品之外 还留下许多的经典之作 一吃糖 就有可能会想到的 马大姐 马大姐在剧中 饰演一个 爱管闲事的热性人 帮助乡亲们 还有劫难 但是马大姐 有一个不好的缺点 就是喜欢贪小便宜 这个角色形象 是为蔡明量身打造的 被他演绎的 活灵活现 在综艺节目中 吐槽起来 也是犀利搞笑 身上总是有我们 想不到的感 以后有人要吐槽你的话 你就理直气壮地跟他说 老娘就是花瓶 怎么着 差你家花了 吐槽自己 更是不含糊 别人嘲笑他脸僵 他就大大方方吐槽自己 人老了 也爱漂亮 在2021年的出玩舞台上 突然没有了蔡明的身影 有网友猜测 如果没有意外 蔡明将不会再出现 每年除夕的晚会上 而观众再也无法听到 蔡明的毒蛇腔调 不过还是希望蔡明老师 一直可以在春晚的舞台上 继续发光发亮 也希望他越活越年轻